昨天来了一个姑娘要找对象 92年的硕士学历大学老师 您收入在10万左右 身高也就160 身材匀上化了个淡妆 颜值还是蛮可以的 属于大多数的男生都蛮合眼缘类型 自己年龄大了 毕竟同学朋友人家都很多有孩子了 家里也催 他又比较着急 我问他这个具体的择务要求 他说有车有房 本科以上学历 国企事业单位最好 听完我就觉得这个条件真的不难找 而且跟他也是门当户对 我问他我说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他说没有了 条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好合得来就可以 听完我就说 真好这边有一个男士 挺符合你要求的 90年硕士学历 国企工程师 年收入在15万左右 小伙的性格很好 脾气也很温和 父母都是国企退休的 条件也很合适你 你要不要见一见 这姑娘听了就很开心 说这确实条件不错 跟他还是蛮大的 他说姐你又没有照片 我看一看 听完我就给他找了男士的照片 给他看一下 结果这姑娘来了一句 哎呀头顶有点凸 还这么显老 然后跟我说 姐不行 这个没有感觉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男士 我一听呢 哎呀咱是做服务行业的啊 但是这个不行啊 下个更好 没事换嘛 既然喜欢帅的 我就给他找了一位 这个身高180左右的 颜值很帅的男士啊 照片先给他看看啊 这姑娘看了照片 就是满心欢喜啊 跟我说 哎呀我就喜欢这种feel 问我男士条件怎么样 我说是89年呢 本科学历做销售的 这个本地啊 有房子没有贷款 一年啊 也能挣个十万二十万的 父母啊 在农村务农的 这姑娘一听啊 啊父母都是农村的呀 那我爸妈都是城市退休的呀 和他们相差也太大了吧 而且销售这工作 我不太喜欢啊 根本就不稳定 有没有父母在城里的啊 工作体面一些的 我听完呢 耐了下心啊 我说有啊 92年呢 本科学历在事业单位上班啊 年薪七八万 有车有房 身高呢也不矮啊 要80左右 长得也不错 父母还都是老师 家庭条件啊 也挺好的 他听完就说啊 这个收入怎么这么低啊 以后要是养家 难道靠我吗 那我太厉害了呀 姐有没有收入高一些的 这起码不能低于15万的吧 听完我就问他 我说是你一开始啊 要求这个有车有房 工作稳定 人品好就可以 他说对呀 但是也不能给我介绍一些条件差的吧 那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呀 哎 真的好崩溃啊 听完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目标吧 好不好 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那开始了啊 他说年龄35岁以内 身高啊 不能低于175 长得帅一点 要有感觉的啊 父母在城市居住啊 有退休 最好是独生子 学历啊是重点本科以上 工作体面的啊 年收入不能低于15万 说话还得好听一点 这个房子啊得在中心 最好全款 他说完之后 我顿时觉得啊 有些无语啊 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我都感觉我词穷了 我跟他说啊 这种男的 他基本不会轮到三天市场的 生活圈当中早就抢完了呀 那就算相亲有 他也够呛能怨疑你的呀 哎 说说说他就指着我那电脑 问我 哎 这不是个小伙吗 因为我那个电脑里有好多资料啊 他正在看 这小伙呢是92年的啊 父母都是公务员 有车有房 哎 房子面的还不小啊 140多平 这个干工程咨询的 年收入有三四十万 个子还挺高啊 长得确实不错 而且还是硕士学历啊 他一看完就跟我说 哎 姐你快帮我介绍一下吧 俺俩挺合适啊 他满脸期待呀 让我去给他联系这个男士说一下 咱呢也不能把他的梦想给破灭啊 打通电话之后 我就跟男士说了一下姑娘条件 那男士直接跟我说呀 年龄转大啊 不考虑了 最好是26岁以下 那姑娘在我旁边是不停的急 没弄眼啊 意思是让我多说好话 那我又沟通了一会儿啊 问问这个男士啊 愿不愿意先见面看一看 说不定这见面之后有感觉呢 男士听完就跟我说呀 他个子有点矮 而且啊 这个长相也一般 不喜欢没感觉 哎呀 跟男士挂了电话之后啊 这姑娘就感叹道 哎呀 找对象怎么这么难呢 我也感叹道 哎呀 给人叫对象 怎么就这么难呢 哥们姐们 咱们来找对象 能不能实在一点 我实在是朝不了 给你们叫对象啊 那都跟猜灯迷一样 我都得猜半天 今儿一个姑娘来找我找对象啊 跟我说呀 自己一点都不挑 要求呢就三点 人贫好 有上内心 有责任心 哎 听着感觉是挺好啊 看着要求是挺简单 实际上呢 是难于登天啊 我就问他呀 对这个外形长相这一块 有没有要求 他说男人的长相啊 对我来说呀 不重要 人品最重要 我真的很大闷啊 逼你矮的要不要 脸线着地的要不要 瘦的就跟个大烟鬼一样 或者是胖的跟个二师兄的 要不要 他说呀 哎呀 那也别太挫了啊 稍微好看一些 那就是说 其实长相还是挺重要的 其次呀 还得有这个事业心和上内心 请准确的描述一下 什么叫做有事业心呀 在工厂打螺丝 一个月2500 工作认真负责 每天最早到最晚走 打扫卫生 收拾仓库 有望升职为组长 一个月就可以拿到3000 顺利的话 三四年呀 能升任包装处处长 一个月四五千 这算不算有事业心呢 还是同样在工厂 打螺丝体验生活的 厂长的儿子 一个月也是2500 人家每天躺平 混吃等死 突然有一天呀 继承家产 分了两个工厂 转身一变成了厂长 外加分了六套房子 和1000多万 每月光收租就上百万 这种算不算有事业心呢 你会选谁呀 在你眼里 衡量事业心的标准 是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 还是可预期的赚钱能力 还有就是你说的 要有责任性 这个咱得具体分析一下 他是一个律师 有了案子 连续三个月 过家门而不入 算不算有责任心呢 他是个专家 哪里需要哪里班 整日为了工作 三年回家两次 不知道儿子上了几年纪 算不算有责任心呢 他是个创业公司老板 每天筹业务筹钱 筹下面几十口人的薪水 住办公室 非全国各地 没时间管老人孩子 都是你一个人在忙碌 这算不算有责任心 对了 他赚不到钱 还要把你们唯一的房子 给抵押掉 还是说你只要 他对你有责任心 你需要的时候 他就得出现 对你无原则的 不抛弃不放弃 所以承认吧 你对外形 收入工作家庭 都是有要求的 想找有事业心的意思 就是想找 暂时不赋予 没有关系 希望以后能有钱 现在能让你捡个漏的 对吧 承认你就是希望 对方长相平均线以上 身高平均线以上 工作体面 有可预期的发展前途 能够不计回报的对你好 而且还只对你一个人好 再加上定义含糊 拓展性极大的 成熟稳重 有责任心 等等这些词 以后咱找对象 咱明说行吗 你不能又想要李子 又想要面子 太双标吧 你哪怕明确告诉我 帅过郭富城 比王思聪有钱的 我都能有方向呀 我能帮就帮 不能帮也不浪费 大家的感情了 对吧 不要让我自己去猜 你喜欢什么样的 再这样啊 我就生气了 哼 烦死了 今天呢 我拒绝了一个 99年来找对象的姑娘 其实我现在的心情啊 还是很复杂的 她的年龄真的很好 但是我不明白啊 究竟是什么 让她会有 现在这种思想 则我要求 真的是非常敢要 这个姑娘呢 是99年的 长发齐腰啊 长相呢 就是比较漂亮 而且看着很文静 起初呢 我看到她的时候 真的是很开心的 因为年龄好呀 但是我又特别害怕 因为这个年龄 如果提的 则我要求很离谱的话 那就相当于 一颗定时十年的炸弹 比大龄兽女啊 比普希男啊 那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果呢 就是你越担心啊 她越来什么 这个姑娘呢 就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 现在呢也没有上班 在家里去备考那个老师 父母呢 亲戚啊 就是催着她呀 抓紧找对象 于是这个姑娘 就跟我联系啊 这子偶标准呢 一共是9条 而且要求是缺一不可 这第一条呢 就是净身高180以上 体重不能超过160 第二条呢 是年龄在25到28岁 事业有成者 年薪50万以上 第三条呢 是房子呀 必须全款 在市中心 面积不能低于120平 而且是豪华精装修 可以零包入住那种 这第四条啊 就是本朔以上学历啊 博士优先考虑 第五条呢 是父母家庭条件优越 本地有住房 身体健康 有退休 爱干净 还有一点就是 穿着打扮要洋气 那关于这个呢 我还先问了她一下 为什么要求洋气呢 她说呢 奶奶带大孩子呀 如果太妥啊 会影响孩子治理 这第六条啊 就是要求男士啊 是长相帅气 好看 会疼人 会照顾人 会做饭 会收拾家务 后面几条呢 我就不想起说了 大概就是啊 睡觉不打呼噜 这个吃饭不叭唧嘴 爱干净 爱打扮 说话好听 情商高 等等 具体啊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就很多 还有一条啊 就是男士的皮肤要白 这个手指啊 要细 会浪漫 会唱歌 以上这些要求是 缺一不可呀 我听完当时的表情 都是蒙住的 就是在现场 我待了真的是 有两到三分钟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提这些要求 因为她给我的这个 外表印象啊 就是那种很乖乖女啊 很听话 也很温柔的感觉 但是我就没有想到 她的择偶要求啊 就是这么的不切实际 我有问她 为什么会这么提要求 她说自己啊 足够优秀 而且配得上 说自己身材好 长相也漂亮啊 正在考老师 这个男人呢 都喜欢找老师当对象 我听完呢 就劝了这个姑娘 你把男人呢 看得太肤浅了 你找对象 只是寻求满足自己 却不看看自己 有没有资本 能够满足别人 说的现实一点 满足这种要求的男人 电视剧里都不敢这么虚构 最后呢 我就委婉拒绝了这个姑娘 我说啊 先回去安心考试 考上老师啊 在社会上历练一下 再来找对象 最后我想说啊 不论任何人来找对象 你只有先看清楚自己 才会看清楚你的婚姻 最后保佑啊 所有的这个小精灵们 你们许愿的时候 一定要切实际一点 今天呢 发生了一件 很尴尬的事情 一位88年的姑娘呢 身高大约在这个160左右 有点偏胖 本科学历 在私企啊 做行政管理的 他呢 来找对象 说自己啊 有些着急 亲戚家的这个妹妹啊 都结婚了 有孩子了 都会打酱油了 说自己啊 也不想再耽误了 想抓紧找对象 问他想找个什么样的 他说自己啊 要求不高 就两个条件 一呢 是想找市里有房子 没有贷款 就是全款 二呢 是想找工作稳定呢 要求啊 是事业编 或者是体制公务员 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就行 这个时候啊 旁边一位这个 98年的姑娘 他就听见了 她呢 是这个本科学历 身高啊 大约在165左右 年轻嘛 衣品也不错 也会打扮 在这个国企上班 他呢 就对这个88年的姑娘说呀 你要求条件 怎么这么高呀 有多少男的房子 是全款呀 那公务员 他也不多吧 我找本地有房子的 有贷款我也接受 工作稳定就行 听的这88年的姑娘呀 是立马就着急了 好心劝起来 这个98年的这个姑娘 你呀 太年轻了 你不知道物质条件 对婚姻有多重要 你要找个有贷款的 那婚后啊 你们还要一起翻黄贷 以后生了孩子 每个月都要用钱 压力啊 会很大的 你的生活质量 是直接就下降了 还劝这个姑娘说呀 找个有钱的 或者是有权的 现在男人啊 都靠不住 万一哪天啊 他对你不好 你起码还有钱花 总比嫁给个穷鬼好 最后离婚啊 什么也没有 白白付出了几年青春 这98年的姑娘听了之后啊 也是丝毫不客气 就直接怼了过去 说大姐 你怎么这么有经验 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 你比我大了整整十岁 还在私企做行政 你也没有比我优秀吧 长相身材也不如我 要求却比我高那么多 你本来就是个失败的例子 为什么要劝我怎么找对象 听的那个88年的姑娘啊 是面红耳赤啊 特别尴尬 我听了心里啊 是直夸这个98年的姑娘 三观真的特别正 很多啊 明明自己就是婚姻失败者啊 却出来散播这个毒鸡汤 给未婚姑娘的几条忠告 说婚姻不幸福 没钱的婚姻更不幸 几婚几婚离了 都能找未婚的 还有那些啊 说着千万别委屈自己啊 别将就 造成了很多的这个 未婚姑娘的择偶标准啊 是越来越夸张 彩礼呢是越来越高 变着发想占男人便宜 一边想要女权呢 一边又想什么都不付出 坐享其成不劳而获 那些毒鸡汤啊 是让结了婚的 想离婚 未婚的呢 不敢结婚 真的是害人不浅 还有那么多的姑娘啊 信奉为真理 找对象呢 都是眼高手低 不看自己是几斤几两 天天都是在做白日梦 以为自己是个仙女 满大街的男人都喜欢 真想对这位88年的 这个大龄姑娘说呀 你算计的那些 你看不上的男士啊 他们也看不上你 而你想认识的那些男士啊 他们更看不上你 你再这样挑三点四啊 真的可能要孤独终生 最近找我许愿的伙伴们啊 是越来越多了 那许愿池里面的王八 他都听不下去 都离家出走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征婚信息啊 此条视频呢 无房无车身高不够的男士们啊 得罪了 请绕道而行 因为这条征婚呢 跟你没关系 一位远在成都的姑娘 跨越了半个中国IP啊 找到了我 这个93年的 本科学历 从事设计工作 身高呀 不到160 身材有点丰满吧 外形呢 不算男士啊 很有演员的一类 他就给我发信息啊 问了我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也是困扰他多年的问题啊 就是他为什么嫁不出去 相亲呢 有四五年了 就是找不到 那他的择偶要求跟我一说完呢 我就明白了 这哪里啊 出了问题 经过他本人同意呢 我分享出来 给大家念一下 这征婚信息啊 如下 身高180以上 体重140到160斤 年龄在28到32岁之间 市区有房子 面积呢 不低于100平 且没有贷款 如果有贷 必须婚前还清 父母健在 且不能超过60岁 双退休 就是两人都有退休啊 南方必须为独生子 全日制本科学历 寒寿勿扰 市里工作有五险一金 有周末双休 薪资稳定在一万以上 一年收入啊 不能低于15万 允许兼职 这个约会恋爱 不能低于一年 开销啊 南方承担 另外颜值这一块 不要太难看 性格要活泼幽默 处理事情啊 要有情商等等等等 后面省略800字啊 我念不下去了 作为红娘呢 我应该心地善良 有耐心 对待这样的要求啊 一定要体现出我的爱心来 毕竟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人家肯定是综合考虑过的 这自身条件啊 肯定它有过人之处的 起码小脑啊 发达才能想那么多 所以啊 作为红娘 一定要去理解和尊重 谁让我选择了这个行业呢 何况咱还是心理咨询师 所以更应该啊 体贴入微 俗话说呀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如线增生啊 都是女人凭什么让你 你看看你的条件 一出来那不就是天王夜谭吗 说你青蛙想吃天鹅肉 都是抬举青蛙了 整天问我为什么为什么 你看看全国下来能有几个人 符合要求的 这王思聪年龄都超标了吧 忍一忍 姑娘呀 你这要求啊 确实有点高了 这毕竟能符合这个要求的男士啊 人家对外形各方面 他都是有要求的 他呢就反过来问我呀 我这要求高吗 现在男人车房收入 这些不都是基本的吗 那其余条件 我不就是要求个家庭条件之类的 我呢就反问这个姑娘 你为什么找到我呀 他说呀 我看你的粉丝呀 是全国各地的都有 要是啊 这个外地啊 有优秀的男士啊 年薪几十万 能帮我安排工作的 有车有房的 那我也可以考虑 本地的红娘给我介绍的都不是很好 哎呀 我就纳闷了 这个姑娘脑子里面装的是浆糊吗 怎么就想不开呢 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要找什么样的 而是什么样的能够接受你 这男人相亲啊 多数啊 都是先看颜值和年龄的 那你不具备一定的优势 那我们就要放低要求 相亲啊 不是童话故事 你可以遇到听话又多金的白瓣王子 你之所以嫁不出去 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了 找对象总是这么挑肥的减瘦的 最后什么也捞不着 青春呢 可能都没有了 后悔啊 都来不及 今天有一个大哥来找对象啊 差点没给我整抽过去 42岁未婚 目前工作不小 就听他哥那儿 给我画大笔画了整整一个多点啊 哎呀 我愣是没听明白 他到底是做啥的 薪资呢 我也没整明白 他的回复是呀 行情好这年薪百万不是梦 行情不好都有可能是负债啊 给人的感觉就有点惊心动魄 跟过山车死的啊 父母条件还行 这个母亲是医生啊 父亲是学生老师 目前呢是属于一个没车没房的状态 我问他这个年龄了 怎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呢 他说啊 这年轻的时候一心装天下 就想闯出个名套来 哎 觉得男人有地位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女人 结果呀 哎呀 这名套没闯出来 年龄还给动大了 到现在呢 还没有正经的谈过恋爱 不是他不想谈 是有人看到他了 他觉得自己啊 能找到更好的 我问他有一个38岁 离异带女儿的女士愿意认识吗 哎呀 这大哥就有点像社会老大啊 烦恼我 你觉得我还未婚 能接受离异有孩子的不 顿时我这心里有点 蹦动蹦动的紧张啊 是能还是不能啊 我有些为难的 跟他说呀 现在40岁上下的未婚姑娘 这不太好找啊 你让我怎么给你介绍吗 大哥说那行吧 不为难你了啊 你看看怎么合适我的怎么来吧 我说这有一位38岁未婚的姑娘 哎 中专学历在家待一啊 这个姑娘可还行啊 大哥一听啊 不愿意 觉得自己是个有梦想的人 以后一定能干什么大事 不想找个没工作的女人 而且这女方呀 学历低 她也不接受 起码在本科以上 听完我都觉得 你这有点太双喵了吧 你工作不稳定 收入不稳定 房子还没个着落的 要求人家有工作 学历高的 这怎么可能会实现啊 我又问他 这有一位40岁未婚的女士啊 有稳定工作 大专学历 这条件还行 基本符合你的要求 有学历有工作还未婚 话还没等说完啊 这大哥说 我都42岁了 你让我娶个40岁的 我都怕断了后啊 你给我找不要超过32岁 我一听啥 32岁 跟你笑啥都10岁了吧 他说 那我也得考虑要个孩子吧 年龄越大 生孩子越不好要的 哎呀 听到我那个无语啊 真的 王八哥池子里晒太阳 今天没给我开门了 我说大哥 你这样 你完整的告诉我 你想找什么样的 我有合适的 我就给你介绍 没合适 那是我能力不行 大哥长输一口气 我爸也没什么要求 28到32岁之间的都行 我不挑 有个稳定的工作 收入最好在15万以上 哎 学历最低本科 长得漂亮点 毕竟啊 这过日子啊 天天看着 这丑得很闹心啊 要有房子 结婚啊 可以先住他那儿 另外呀 会做饭 能收拾家务的 脾气好点 还能过日子的 哎呀 听完我说大哥 我说你这话 是跟我开玩笑的 还是你是看不惯 那女的那些要求 反讽来了 我怎么感觉你是做梦梦游到这儿没睡醒来 大哥说啊 我这要求可是比我以前的降低了不少呀 28岁长得好看 能赚钱会做家务 年薪15万 还自带婚房呢 要么你帅过郭富城 要么你得有钱有能力吧 起码有点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要啥啥没有 光靠一张嘴 你给我画大饼 再香我吃不到 他有个屁用啊 男士说啊 我会躺好呀 哎呀 好这个词在现实面前 连个博弈的资本都没的 人家一看你这条件啊 直接就给挂了 男士呢 想来想去 还是不愿意放进自己的要求 觉得自己以后就是有钱 有能力 哎呀 我是劝不动的啊 这饼啊 我也不想吃啊 关门送客吧 哎呀 一大早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博士啊 要找对象 愣是血压给我干到了180呀 84年未婚在深圳工作 年收入50多个 收入还可以啊 他来找对象 点名就要找条件门当户队的 我问他具体的则有要求 他说男方呀 硕士以上学历 身高不低于170 全款车房 年收入要100万 哎呀 听得我直接是愣住了啊 还没完 接受离异 不接受带孩子的 另外要求男方 人品端正性格要好 情商在线 哎呀 听完我就头疼啊 越是年龄大 条件优秀 越这么找对象 越找不到啊 我问他你觉得 深圳这村金村土的地 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全款 他说年薪百万就可以啊 攒个几年 怎么就不能买个房子嘛 我问他50岁的考虑嘛 他一听不考虑 我还不到40岁 那找个50岁的 那绝对是对方债便宜了呀 我说这除了年龄上 大你一大劫子的人 能接受你 同龄的男人 能符合你这要求的 他也不接受你啊 他说我一年50多个 有车有房不优秀吗 那多少男人都比不过我 怎么就不接受我呀 听得我那急的呀 怎么40岁的人了 找对象还跟做梦一样呢 相亲讲究的 不是你条件多好 而是总分相当的情况之下 优势互补 互补懂吗 你的优势是你有钱 他的优势是他有钱 这不是互补 古人说呀 郎才女貌 现在呢 很多社会企业家 都娶女明星的 那你啥时候看到企业家 娶女企业家了 有很少 那些年薪拿到百万的男人 在中国也算是 风毛领角了 他的优势在于 有钱有车有房 他缺的一定是性格温柔 贤惠年轻漂亮的另一半 优势互补存在两个人 才能够紧密稳固的结合 他听完反问我呀 我就没有优势吗 我问他婚后 你愿意拿出钱 来给家里花吗 他说不愿意 现在不都是男人负责养家吗 哎呀 咋地 这男人赚钱养家 你的钱你自己花呗 这姑娘说对呀 你看看 你把你唯一的优势 都给堵住了 他赚的钱负责养家 还要为了你的要求 买车买房 全款付出那么多 他跟你在一起图什么呀 还是你说是 盘量条顺 性格超级温柔 等他来互补呢 想必也不是吧 这姑娘听完和我说呀 如果我要求很高 那我降低一点可以吧 年薪60万 我也可以勉强接受 我一听我的妈呀 没有 我好心劝他 你可以找一下 男人其他的优势 那些年薪二三十万的 有房虽然有贷款 但性格稳重 工作稳定 那父母家庭教育 比较好的都可以呀 你们互补 男方也有愿意 认识你的动力 这姑娘一听啊 白手就走 我不想找低于我的条件呢 不然我干嘛要嫁人呢 还不如我自己活得精致 哎呀 听得我那个急啊 想找对象 你就得换位思考 按照你的要求 别人又要有钱 又要提供车房 还不贷款 平常出钱 负责整个家庭的开销 同时还要幽默有趣 说话体贴 让你精神满足 他图的是个啥呀 他找谁不行 有这条件 他为什么不找个 25岁年轻漂亮的姑娘呢 这个对于我来说 都不算是 这相机找对象 很多姑娘都不理解 为什么我要求不高 就是找不到的 上午来了一个姑娘 要找对象 95年的身高在165 身材匀 趁本科学历 在国企上班 年薪八万左右 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 整体条件都确实不错 我问他 你想找什么样的 他说 哎呀 老师我要求不高啊 条件跟我差不多就行 本科学历 有房子 有稳定工作 人品好就可以 我一听啊 这要求还可以啊 确实不高 他和我说呀 婚姻最重要的就是 两人三观合适啊 一条心能把家庭给经营好 条件啊都不重要 哎 我听完啊 这姑娘人是真的不错 我就给她介绍第一个男生啊 94年公务员市区里面有房子 个子也比较高 在一米八几 长得也挺不错 就是父母在农村啊 有个姐姐 这姑娘一听啊 哎呀 那表情我学不太来啊 就是微微皱眉啊 跟我说 男生人挺好 就是家呀 是农村的 不太行 我爸妈都是城市的 他们也不太愿意 你看有没有城市家庭那样 啊 听完呢 我又给他找 就介绍了第二位 93年的硕士学历 是高中的数学老师 身高175左右 长得也还可以 这一家子啊 都是书香门第 父母都是老师啊 也有退休机 这姑娘听了就说 哎呀 这个条件也行 但这高中老师 会不会太忙了呀 平常都得有晚自习吧 而且啊 教数学肯定啊 课程安排比较多 也比较紧 家里啊 那肯定顾不得了呀 你看有没有工作 轻松一些的 时间比较多的 我想着周末 一起出去约会啊 都方便 咱是做服务行业的 一定要有耐心 于是呀 我又给他介绍了第三位 我这回啊 一步到位啊 94年的 985本科 事业单位工作 双修 人长得又高又帅的 父母还都是 事业单位退休 读生子 条件好得很啊 我想着这回 怎么也该可以了吧 这姑娘听完就 支吾吾的问我 她一年多少钱呀 我说一年十万吧 这姑娘又是微微一皱啊 哎呀 这工资啊 跟我都差不多了 是有点太低了吧 这养家肯定会很困难的 有没有年收入高的呀 啊 我听完真的忍不住了 再忍下去 乳线增生了呀 姑娘你到底想要啥样的 你不是说你要求不高吗 她说我要求确实不高呀 那也不能太低了呀 学历最低本科吧 哎 男人得承担养家的责任呢 现在物价都高 如果房子有贷款 这收入怎么也不能低于三十万吧 另外家里条件好点 别拖后腿 毕竟我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 我是独生女 南方也得是城市家庭独生子吧 父母有退休啊 这房子啊 得考虑孩子以后上学的问题 市中心靠学区最好了 另外呢 我身高165 穿鞋都又170了 南方低于180 她不好看啊 你看我长得也挺好 身材保养也不错 我虽然不看脸 但南方也别长成个歪瓜裂草吧 哎呀 听完这姑娘这一顿输出啊 我就觉得我得抓你吃脚牙药 我问她还有吗 这姑娘说啊 差不多了啊 还有就是啊 南方性格要稳重 对我好友耐心 孝顺父母 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下去了 姑娘你拿我这当许愿了呀 你这要求太难了啊 我这边帮不了 实在不行啊 你也买个票 去四川找大佛 问人家愿意给你让坐吧 她说呀 我这要求不高呀 怎么就不行了 姐妹 相亲啊 不怕你要求高 就怕你要求多呀 你看你整着一大堆 同时符合要求的男人 我就算全球 我给你扒了 也扒了不出来呀 又要帅的 又要赚钱的 家里条件还好的 还要对你好的 能孝顺你父母的 这比你让我去找 思聪去你都难呀 你要么从这一堆里面 选三个 要么出门又转有电梯啊 这姑娘说那行吧 我找个有钱 长得帅的家庭条件 好的可以吧 哎呀 那一瞬间啊 顿时哑口无言呀 今天刺猬开门不利啊 这给你送进来了 你这这做梦 一直没醒哥 我这梦游呢 这姑娘不信 就觉得自己要求不高 哎 觉得我能力不行 转门出门啊 要去找别人去了 有些女生 你来找对象啊 总说自己啊 找个条件差不多的 你给她找到了吧 她就想要其他的要求 比如说身高 颜值 情绪价值 反正是要求越来越高 谁也看不上 圣女是咋来的 就这么来的呀 这男人挑女人 是平分思维 这部分的分值啊 低不要紧 那其他的分值高 总分不低就好嘛 女人挑男人 那是木桶思维啊 短板决定评价 但凡有那么一点不好的 完蛋 今天跟你们闹闹 我混迹相亲圈多年 给人相对象啊 遇到个那些奇葩 都有要求 某一时呢 可能也说不完 我就给大家挑着 说一说 有一个姑娘 我记得她有个 二十七八岁左右啊 她找的一项 特别性命啊 之前谈了好几段 那都黄了 哎呀 就有一个大师给她算呀 哎 你的正缘 那一定要找个属龙的 六月中旬出生的 这个身高在一米八七的 少一厘米都不行啊 那都不合缘 我当时我就劝她呀 命里有时中旬有 命里无时莫抢求 我反正是没法 还有个我印象老实的男生 我记得之前 应该跟大家闹过 就是她花了好几万啊 买了十条金项链 放在包里 哎 去乡亲建议为送一条 这金链子都送出去了 对象还没找到 她又问我呀 老实啊 为什么啊 见面的时候都很热情 一见完美就不联系了 还有人说啊 大哥 同性考虑不 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能处 我就是想见见你 跟链子啊 他没大有关系 有一个小伙子来找对象啊 家里特别有钱 人也很优秀 学历高涨的帅啊 一直没对象 主要就是 看不惯现在的婚恋风气啊 他找对象这个 择偶要求有三个啊 第一个就是结婚啊 一分财力都不出 第二 女方买车买房必须全款 第三啊 女方要有稳定的工作啊 年收入要在30万以上 这第四啊 要会哄她开心 哎呀 我一听我说这个不好找 他说那又不找了 我又不缺钱 找老婆受纳醉干啥 有一个姑娘花壁啊 就整个胳膊上 全都是纹码了 这个纹身啊 带颜色那种 就根本去不掉 他想找个能接受她纹身的 而且条件不能太上啊 这个年收入不能低于50万 有车有房全款 哎还得是大平层 身高也不能矮了 最好打扮的潮流一些 家庭条件要好的 哎我一听我说 你这有纹身肯定比较难找的啊 条件一般的就比较费劲了 何况要找条件好的 要不跟你介绍个有纹身的吧 你们一样还能接受 他一听就跟我说 老师我们全家的择偶要求啊 最重要一条就是 不择有纹身的 那一瞬间 真的王八都给气晕过去了啊 还有前两天有个小伙子 处女情节 他要找处女 我说这个要求 他不太好把握呀 他说没关系啊 只要有他看得上的 觉得不错的 他愿意给女方出钱 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证明一下自己是处子之身的就行 哎呀 咱也不知道是电视剧看多了 还是咋的 反正咱就听着 一个脑袋 那是两个大呀 有个姐姐啊 88年的 我记得是离婚带个儿子 他来找对象 就明确表示啊 自己没钱养不起儿子 这前夫也没钱也求啊 他就跟前夫商量好了 只要能找个有钱人 能给他养儿子的 孩子改姓都行吧 这条件一啊 就是男方待有房子最好做套 最好做套啊 能落户一套给儿子 或者呀 只有一套的话 再加上儿子的名字 这第二啊 不能让他给生孩子 因为他怕疼遭罪嘛 其实对儿子不公平 我说这要求肯定没人接受的 他说我找男人是为了养儿子的 要不我嫁人干什么呀 想白娶我那是不太可能的 这前天啊 有个女孩子跟我说啊 老师我的要求不高啊 我就想找个身高差不多的 赚的差不多的 长的差不多 情况差不多的 哎呀 听完我就很纳闷啊 我说你到底是要差多少的 他见了一堆 反正啊 哪哪都在差点啊 最最夸张的是有一个男士 来找找地下啊 只要我给拒绝了 他公开表示啊 自己就是喜欢同性啊 但是家里人给他压力比较大 他不敢公开 希望能从我这里找到一位 能跟他结婚的异性 再找到一位 能跟他谈恋爱的同性 就你们那一瞬间呀 真的三观乍裂 五观扭曲啊 贼拉痛苦 这痛苦的程度 不压于你们听我唱歌啊 好了散会 下期来给你们讲 哎还有好多来